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今天是邀请了一位九岁大的小朋友 蔡启燕 给咱们大家弹奏一首古真歌曲 所以为了搭配一整个节目的古真的传统风格 我们大家才穿得这么的不一样 好了 一起来介绍一下 站在我的右边手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九岁的蔡启燕小朋友 来 蔡启燕小朋友给大家说一声 哈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姐姐问你 在你的右边手站的是谁啊 马老师 你的马老师啊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没有 好 我们来给大家隆重推出一下 蔡启燕 还有他右边手的这位马天琪老师 嗨 大家好 我是古真老师马天琪老师 所以我想问一下 马老师 为什么蔡启燕会想学古真呢 嗯 这个还是真有个故事来说一下 因为呢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 然后呢 这个蔡启燕同学呢 她呢 也是非常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呢 这也就是通过这个传统文化呢 让我们结成了这个师生园 啊 通过这个传统的文化 那其实在你们的一整个师生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一直都把它视为归宝级的 没错 这是我最得意的门生 她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学生 聪明 来 问一下我们的蔡启燕小同学 来 你跟阿姨说一下 叫姐姐好吗 叫年轻点啊 不要叫老了 来 跟姐姐说一下 你为什么喜欢弹古真啊 除了你刚刚马老师介绍的说 你有没有想说的 对古真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和爱好 没有 但是我喜欢弹古真 因为呢 他的音乐很好听 哦 弹的音乐很好听 还有呢 就是弹古真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呢 一个小时 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啊 那你喜不喜欢你的马老师啊 喜欢 特别喜欢是不是 好 那么你今天给咱们上节目的时候 给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带上 什么样好听的歌曲 北京的金山上 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传统的民歌 北京的金山上 好的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由蔡奇艳小朋友才9岁哦 给我们大家带来的 古真独奏北京的金山上 再见 三飞 踪 i el 三飞 一分钟 一本 三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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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飞 二鸭 散 五飞 那 七飞 一口 二口 一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